校長,各位老師,各位同學,大家好! 我是課外活動組織努連磨老師。 今天,希望用少許時間和大家講一下學校課外活動簡介。 其實,學校舉行課外活動,主要希望可以培養大家的興趣, 讓大家認識不同班、不同級的朋友。 而我們學校一直提倡奉名精神, 希望同學除了能夠自律守規之外, 仍然希望同學通過不同課外活動, 樂於學習不同的知識, 關外身邊有需要幫助的人, 熱心為學校和社區服務。 我們學校的課外活動一共分為四大類, 分別是全校星學會團體、 學校代表隊、 制服團體、 學會會社、導師班、興趣班。 現在,讓我們逐個看看我們有些什麼玩。 為了可以更全面地推展活動, 全校星學會團體, 他們不會招收會員, 他們所舉辦的活動, 全校學生都可以參加。 全校星學會團體包括, 中文學會, 英文學會, 數學會, 理學會, 地理學會, steam學會, 商學會, 鳳凌星旗隊, 普通話社, 展靈社, 靈袖生, 鳳凌大使, 以及公益少年團。 這些學會, 你不需要做他們的會員, 他們所舉辦的活動, 全校學生都可以參加。 而第二類課外活動, 就是我們的學校代表隊。 這些學校代表隊, 需要代表學校參加各類型比賽。 所以, 他們的成員, 必須經負責老師因選後, 才可以參加。 我們的學校代表隊分別有, 中文龍眾隊, 英文龍眾隊, 銀樂隊, 中樂隊, 合唱團, 田徑校隊, 足球校隊, 男子男球校隊, 女子男球校隊, 女子排球校隊, 乒乓球校隊。 除了不同校隊外, 我們還有四個不同的制服團體。 分別是男童軍, 女童軍, 控十字會, 以及交通安全隊。 之後, 我們還會有很多不同的會社, 導師班, 興趣班。 分別是國學會, 義工隊, 美術學會, 院藝學會, 結他班, 校園記者隊。 今個學年, 課外活動組更會舉辦不同的導師班、 興趣班。 分別是, 師毅班, 劍擊班, 日語班初階, 日式料理製作班, 男子排球班, 跆拳道班, 花式跳繩班, 地虎班, 跆拳道班, 魔術雜傻班, 花束及禮品花, 包裝設計班。 而花式跳繩班, 和跆拳道班, 已開始招生。 有興趣的同學, 可以在課室後面逼步板上, 填上自己的姓名, 班別, 學號。 而其他各類型的興趣班, 將會陸續接受報名。 請同學留意課室的宣傳海報。 而各個校隊的選拔, 都即將開始。 同學可以密切留意。 各項課外活動的申請回條, 將會在9月20日派發。 請同學密切留意。 多姿多彩的鳳鳴生活, 你們準備好未呢? 各項活動等著你呀!